不過老實講 陳佩奇很難管 他想寫就寫什麼 是糟糕的 哦 到底咱們市長夫人陳佩奇做了什麼事 讓市長今天吃得雄心抱著膽 寧願冒著回家貴算盤的風險 不小心說出了真話 原來市長夫人陳佩奇 跟北隆總經理吳靈一樣 喜歡在臉書上發文 讓市長很... 陳佩奇說你被罵得越兇 他走菜市場就好像走星光大道 到底咱們市長夫人陳佩奇 在臉書上寫了什麼 那媒體商人們好奇追問著市長 原來市長夫人陳佩奇 表明進入選戰模式後 這幾天持續在臉書上發文 昨天還寫著 說柯文哲曾說 都會去選戰 別做負面攻擊 因為選民是不會接受的 只是市長柯文哲 每次被媒體攻擊很慘時 第二天去市場買菜 頓時就覺得 整個人飄飄爛起來 因為到市場 好像是走星光大道 好多人都對他喊加油 對他比讚 我跟他講說 拜託你不要每天寫的嗎 實在寫的太... 我實在受不了 好啦 他是在幫你講話 沒有啦 對啦 但是我會... 不過老實講 陳佩奇很難管 他想寫就寫什麼 這糟糕了 給咱們市長拍拍 甚至市長心中有馬爾 不得委屈 有苦說不出 不然依市長的個性 同樣在體制內寫臉書放話 早就會被市長罵到臭頭 不是啦 我跟妳講 這就是這樣 如果妳有意見 妳就進來講 不要在外面寫臉書 我就很討厭這樣 哪有說 你在體制內的 跟長官 那溝通是透過... 透過... 透過... 透過臉書的 這還太奇怪了 把柯文哲搞毛 就可以當部門區立委 哇塞這個... 他還是不來 好吧好吧 別再害市長了 免得再過幾天 聽到市長這樣說 嗯... 那也沒辦法啊